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又到李天孝快评天下事 今天跟大家聊的题目是 打江是中国巨变的关键一步 2015年就要过去了 目前中国正处于巨变的前夜 无论是从反腐打虎 还是从军队政法等各方面的变革来看 都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但是我觉得要完成这一巨变 要完成中国的转型 最关键的首要前提就是要抓捕江泽民 为什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首先三年多以来 习近平反腐打虎的这个情况表明 江泽民不单单是中国最大的中级老虎 而且呢江泽民是整个中国贪腐的 总源头总代表和总后台 因此呢不抓捕江泽民 实际上就等于是放虎归山 其实啊习近平上台以来 这个打虎的这个势头是非常迅猛的 目前已经至少有十万多这个贪官落马 而31个省市落网的大老虎应该是全覆盖 至少有133个 在这个打虎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规律可循 第一个就是啊 这个贪官不一定是江泽 但是呢江泽十六八九一定是巨贪 我们可以看到周永康是吧 徐太后还有郭伯雄这些啊都是巨坛 而且他们是江派的核心人物 第二个呢就是说江泽民 他不单是用腐败治国来创造一个贪腐的土壤 是吧 我们知道这个土壤一旦形成的话 你打掉一批他又来一批是吧 而且江泽民是亲自带动 层层提拔这个带病提拔这些贪腐官员 这个是直接助长和鼓励了中国的贪官目力 像周永康是吧 这些人刚才提到的 还有就是现在带打的像贾庆林 这些都是江泽民亲自把他们提拔到这个岗位上去 其实呢我觉得习近平这个阵营 现在也意识到这一点 12月25号中纪委机关报上有篇文章 讲到了三个情况 第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刚刚提拔马上就落网 是吧 第二个情况是什么 第二个情况就是审查没有通过却得到晋升 第三个是带病提拔在这个岗位上二三十年 而且不但没有拿下去 而且层层继续提拔 中纪委这个文章实际上直接提到了一个 就是要追查追责这个背后的提拔者 就是这个前一阵我们谈到过的这个终身追查制 这个实际上就是终身追责制啊 就直接是针对江泽民的 所以这个中纪美术片文章实际上就提到了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针对江泽民 这是第一点 就是江泽民实际上是中国腐败的总源头 总后台总代表 因此不抓捕江泽民就是半途外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实际上抓捕江泽民 是目前稳定中国社会的一个关键一步 我们知道去年的这个香港危机 还有今年六月份的股灾 以及八月份的天津大爆炸 实际上背后都有江派运作的这个痕迹 而且呢 江派残余势力 现在对这个习近平王启山也进行了多次的暗杀 但是都没成功 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啊 当然主要的原因 当然就是江泽民在这个下台之前 在各个领域各个城市都安排了他的人员 就是如果不逮捕江泽民的话 这些江派残余势力就会有侥幸心理 是吧 就会这个兴风作浪 蠢蠢欲动 一旦逮捕江泽民以后 我觉得就会打消了这些残余势力的侥幸心理 同时呢 这个有利于分化瓦解江派残余势力 而且呢 能够迅速的平定 目前的各种捣乱现象 使中国社会趋于平静 而且呢 为进一步的改革 下一步的变革呢 铺平道路 第三点 我觉得啊 目前习近平能够进行反腐打虎 是吧 能够进行各种变革 有惊无险的走到今天 实际上主要的是得到了民心 顺应的天意 谈起江泽民 现在的话应该说是人人喊打 是吧 谈起江泽民 中国人没有一个不骂的 是吧 当然骂是一方面 另外的话 还有用法律来惩治的 目前已经有20多万法轮功学员 直接向两高 就是最高法院 最高检察院 递送了针对江泽民的行使控告 是吧 我觉得就是说 逮捕江泽民 是吧 清算他的这个反人类罪行 同时用法律来审判他 这个能够最大限度的得到民意 同时也是依法治国的一个具体行动 第四点 中国要完成和平民主转型 抓捕江泽民和抛弃中共 这两者缺一不可 而且呢 在顺序上 是抓捕江泽民在先 为什么呢 上面我们已经简单谈到了 就是说 江泽民在下台之前 在各个领域各个城市都安排了他的人马 比如在军队啊 司法公安国安是吧 金融等各个领域都有他人马 而且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都有 因此呢 习近平要为了这个得心应手的 清理江泽民这个犯罪集团 就必须要掌握权力 是吧 就必须这个在三方面 一个在掌握权力方面 是要有足够的这个控制力 第二个呢 是要有广泛的覆盖性 第三个是要有 呃 绝对的这个压倒优势 是吧 因此呢 在这方面 我觉得只有处在这么一个高位上 处在这个权力地位上 才能够这个清理江派 才能打江得心应手 才能非常有效的清理江派 是吧 这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第四点 第五点 也最后一点 就是抓江并非是内斗 是吧 这一点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是吧 我觉得哈 这个内斗啊 它是指 就双方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并没有正义和邪恶的区别 而打江 实际上表面上是以这个反腐 这种形式 但实际上就是以反腐的形式 来清除江泽民犯罪集团 这么一个过程 并用法律来审判他们 因此呢 习近平打江 实际上跟中共历史上的 呃 所谓的内斗啊 路线斗争 是坚然不同的 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总而言之 中国要完成和平民主转型 要建立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 我觉得 最首要的就是要抓捕江泽民 这是必须走出的第一步 好 这次节目就到这 谢谢大家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